京东整个公关部可能都比不上张泽天的一张嘴 仅仅用了一句话就将自己的老公送上了热搜 刘强东或许怎么也没想到 当年自己的一个决定 让昔日奶茶妹妹 一举成为我国排名第一的90后女富豪 28岁身家就高达1350亿 或许张泽天的可爱只是表象 野心才是她走向成功的关键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高端玩家张泽天 2017年张泽天与刘强东刚刚结婚两年 当时刘强东受邀参加未来科技的发布会 妻子张泽天代替出席 也正是这个发布会 让张泽天大显身手一战风神 在发布会进行的过程中 张泽天与未来科技老板娘王一芝 虽然说不上是唇枪舌战 但也是名争暗斗 刘强东作为投资方 如果参加这场发布会 她的地位可想而知 而作为妻子张泽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按道理来说 就算张泽天的年龄比较小 王一芝见到她也应该得三分薄面 就算不称呼张泽天为刘太太 起码也应该叫一生张女士以示尊重 但在整场发布会的过程中 她却一直称呼张泽天为小天 并且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地位抬得很高 一直夸赞张泽天工作努力 给别人的感觉就像是 她是张泽天的顶头上司 并且当着摄像机的面前声称 每次开发布会刘强东都很忙 几乎都是张泽天代替出席 意思无非就是张泽天为了显示自己 才会经常抛头露面 因为每一次未来开董事会的时候 都是她来出席 给我们讲讲有没有什么内幕的故事 由此可见 这位老板娘并没有把张泽天放在眼里 不得不说 老板娘这些年的主持人还真没白当 说话真是足够强劲 短短几句话 直接不着脏字地将张泽天讽刺了 面对她的挑衅 张泽天并没有表现出不满 而是全程微笑面对 但王一芝居然不自量力地将话筒递给了张泽天 这不明摆着是给自己挖坑吗 张泽天接下来说的话更是惊待了众人 三言两语将王一芝伤的可以说是体无完肤 人家张泽天的财力根本不允许自己低调 张泽天接过话筒直接说道 是你老公先到我们家去的 我们一起吃了个饭 然后你老公说希望我们能投一笔钱 据张泽天描述 王一芝老公关于他的想法和计划 前前后后得说了十多分钟 而刘强东仅用了十秒钟就很爽快地表示 自己可以投钱 王一芝听完这番话 只能尴尬地鼓掌 虽然表面上波澜不惊 但从他的动作中也不难看出他的慌乱 当时马化腾雷军等商业界的大佬都在 而王一芝却在解锁手机的时候却直言 小米手机指纹解锁太难了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不少了都笑了 目光纷纷都转向了雷军 作为投资人之一的雷军 也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很快王一芝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正所谓祸从口出 没办法 他只能尽力挽救 说自己平常惯用左手 所以刚才才没解开 并且还顺势夸赞了小米手机拍照好看 最后还附和了一段尴尬的笑声 由此也不难看出 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最终的胜利者是谁 不仅如此 在发布会结束的第二天 刘强东就成功地登上了热搜 热度持续了好几天 这一切的功劳都归功于自己的妻子张泽天 不得不说 张泽天是真的不简单 在发布会现场 无论是财力还是实力 比刘强东强的可以说是大有人在 但却只有他一人登上了热搜 不得不说 张泽天真是他的神助攻 除了高情商好品项以外 张泽天在其他方面更是着而不凡 奶茶妹妹张泽天 嫁给大自己19岁的刘强东 很多人猜测 张泽天跟他在一起就是为了钱 因为刘强东的财力十分雄厚 在商业圈时数一数二的人才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张艺谋在娱乐圈的地位大家都知道 只要他想捧一个人就没有不活的 有很多人都梦想能够成为某女郎 而张泽天却独具一格 早在2009年的时候 张泽天因为一张照片火遍全王 当时他只有16岁 不仅有着甜美清纯的外表 还有着孩子的稚气 照片中的张泽天手里拿着一杯奶茶 单纯而又甜美的他 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网友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奶茶妹妹 就连著名导演张艺谋 都曾向他抛出橄榄枝 想要重点培养他 希望他能够出演自己的下一部电影 山楂树之恋 但却遭到了张泽天的回绝 后来张艺谋又向他发出的第二次邀请 但却依旧找到了拒绝 能够连续两次回绝张艺谋的人 除了张泽天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 能够出演张艺谋的电影 就相当于已经成功了一半 面对如此好的机会 张泽天却不为所动 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也表示 自己对演戏并没有什么兴趣 况且自己并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 自己马上面临高考 他也相信自己的能力 能够考上一所好的学校 虽然有着十多岁的外表 但却拥有着如此成熟的心智 不得不说 张泽天真的是人间清醒 在2011年的时候 张泽天不负众望 成功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因为长得漂亮 张泽天被很多人形容为花瓶 意思就是只有一副空皮囊 为了证明自己 张泽天在上了大学之后 也丝毫没有懈怠 而是更加刻苦学习 不断地充实自己 在实习期间 直接在电视台出镜记者 除此之外 他还曾去过很多微软公司实习 是一名妥妥的学霸 高挑的身材 娇好的面容和出色的成绩 让他在一众学生中脱颖而出 因此他获得了 去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机会 也正是这个机会 让他认识了刘强东 除了长得漂亮 学习好以外 他的家庭条件也非常好 他的父亲是某投资公司总裁 虽然不是大富豪 但也不愁钱花 母亲是高级工程师 同时还任职江苏省企业家协会 常务理事 无论家庭背景还是自身条件 张泽天都丝毫不逊色 至于网上的传言 也是不攻自破 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张泽天高攀了刘强东 其实是刘强东捡了大便宜 张泽天在事业上可以说是帮了他不少忙 如果没有张泽天 当时的犯罪事件 京东恐怕很难起死回生 张泽天究竟做了什么才会扭转乾坤呢 用一个笑就京东于水火 张泽天的隐忍有多高明 在2018年的时候 刘强东被爆出与女大学生有不正当关系 甚至被人检举侵犯女大学生 在消息爆出之后 京东市场股票跌至冰点 账面上直接少了将近500个亿 刘强东被依法拘留之后 全网都在等张泽天的态度 很多人认为 张泽天一定会选择与刘强东离婚 但他们却小瞧了张泽天 他的格局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大 面对这样的消息 张泽天表现得很镇定 据有关消息报道 在刘强东被判定无罪释放的那天 张泽天打扮得非常漂亮 并且亲自去接的刘强东 为了向外界证实两人的感情 他与刘强东携手去参加英国王室婚礼 据相关消息了解 当时刘强东夫妇并不在邀请名单上 两人之所以会去参加婚礼 很明显罪翁之意不在酒 现场两人表现得十分恩爱 不仅手牵手入场 张泽天还拿起手机与刘强东亲密合拍 这样一来 直接就推翻了外界的舆论 也向外界证明了两人的爱情 这件事过后 张泽天立即发布了一条朋友圈 表示自己这一年过得非常失败 自己要努力改变现在这种生活现状 已经经历过磨难 那么一定会涅槃重生 自己要开始努力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完成自己最初的梦想 于是张泽天选择远赴英国留学 留学回来的张泽天可以说是面目一新 将心思全部放在了事业上 成立了属于自己的两家公司 不仅如此 凭借刘太太的身份 她也成功跻身于名媛圈 身边的朋友除了百亿名媛 还有不少明星大咖 不仅人脉非常广 她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凭借自己的努力 登上了富豪榜31位 作用将近600亿资产 也成为了最年轻的女富豪 在与比尔盖茨一同出席晚宴的时候 她也丝毫不怯场 面对大家的问题也是对答如流 成为了真正的上流人物 在张泽天的努力下 京东又一次重现昔日辉煌的光景 而张泽天并没有因此而骄傲 转头做起了公益事业 一直秉持着不忘初心方德始终的原则 给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总计捐款数亿 作为一个既善良又美丽的成功女性 她也自然而然成了京东的代表 如果没有张泽天的鼎力协助 刘强东恐怕早就退休了 两人之所以能走到今天 不能说是谁高攀了谁 只能说是两人照顾扶持 在张泽天的扶持鼓励下 刘强东才能如此顺利地渡过难关 同样的道理 没有刘强东的协助 张泽天恐怕也不能这么快完成自己的梦想 张泽天曾在采访中说过 自己的梦想 就是能够成为像杨岚一样的成功女性 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人生价值 如今她做到了 当然 我们看到的只是她成功的一面 背后的苦楚只有她自己知道 也希望所有的女孩都能像张泽天一样 有自己的事业 活出自己 不被婚姻所拘泥 不为挫折所困惑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